謝謝大家 還有其他朋友有話想說的 各位我們現在在領大編目下 討論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 題目就是檢討當下 買他的未來 我真的很想問一下台上的嘉賓 幾天前 星期三 昨天在Facebook公開了 鄭校長的一封信 告訴他 你要好好檢討這些後遍 否則是後果自然 我想問這件事在領大發生 我們現在又在領大討論學術自由 當下現在有一個疑似的侵犯學術自由 我已經跟你們怎樣去面對 我們是想了解一下你們 有沒有什麼方法 或者會不會有後續的行動 如果不是陳文或者是大演過的 那可能或者 將來或者可能 某些 陳孝林 孝董 或者因為出席了這個論壇 可能收到類似這樣的信 那在座的人會怎樣去面對呢 我們是代表差不多成下千個訂閱 去請答各位 我可以先講我自己的分析的看法 第一件事就是 因為作為一位領南人 即是無論他在說話 或是關於他工作上的事 那他的言論自由 不會比其他人少 那所以 作為一位在這裏教書的人 他不應該因為他的言論 受到打壓 這一點上是不清楚的 那在澳洲的教師的主要守則裏面 也都強調教師本身 也是一個公民 他都有言論自由 就不可以說因為你是教師 所以你就要少一點 要燃料 那第二點 就是他有沒有受到 學術自由的保障 本身學術自由包含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這一節 他是受到保障 學術自由 剛才也有朋友分享到 如果他是講學術論文 或者教學那部份 那就要講一些學術的 規矩或者怎樣做 那他會不會和這部分有關 好了 本身他的 因爲什麽原因 而收到這封信呢 其實封信沒有清楚交代 那這一點上 如果作為 表面上 就是對學術自由的一個打擊 因爲 如果你對一個學者 尤其是校準出一封信 你一定要達到程序公義才行 你對他有什麽不滿意 你就要講 你不可能說 近年你有一些言論 近年即是哪一件事呢 如果是光明磊落 你應該說出來 你就是透過善料 就看到 因為有一件事 嚴重的女性 那那個剛剛是出封信 之前的幾天 那不是近年 封信是說近年 因為你要去探討問題 搞清楚他 是因爲什麽的言論 或者行動 即是可能是他真的不對 那你可以告他 可以幾多程序 這一點 封信是對的 那應該透過公平的方法 就不應該呢 透過一個這樣 即是你 即是心知肚明 或者是你自己懂得做 那這一點上 後果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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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對的 那所以剛才有提到那個 即是我說梁同學那個案 相關的地方 一個就是 一個就是 程序公義 這個對他是沒有程序公義的 但他能不能夠透過法律 去爭取這個公義呢 那剛才說 我都說了 如果他要複合去推翻公信的話 當然是很困難 如果有什麽行動的話 因爲之前有梁同學的案件 就沒有過 沒有辦法的 他的權力來源 不是法律 你有沒有複合我這樣 那所以 當然我說 那個是我認為是寬錯的 他認為一個紀律程序 如果法理基礎不是一個法律 即不是一個領南條例的話 是什麽呢 他認為是一個合約來的 因爲你進來這裏讀書 或者你進來這裏教書 就基於一個 如果教書的僱慾合約 當你那個法理基礎的合約的話 就不能夠複合 但其實 這裏的老師 如果你面對 紀律程序的話 你有沒有選擇 我剛才說的 領大條例的第23條 第二本 即是說 講明這個領大規程 並非附屬法例 這一件事 所以這個是很微細 很技術 而比較全面的 別開的個案 就是 在這個大環境下 這類事情 會不斷出現 不同的人 我同意你 無論他是陳文化 哪一個都好 就是 如果他受這個打字 我們應該出聲 應該去做 那當然 怎樣去做 這個要再談 包括要尊重 當事人的想法 因為很多人說 喂 打官司那是甚麼事 如果他想打官司 那就要談 要怎麼想呢 如果他想是透過 輿論壓力 或者透過一些 某些行動的 這個要去探討 怎樣搞 那另一個要補充 就是 因為不知道他 針對是甚麼事 但如果那件事 真的不對的話 那就進入到 言論時候的範圍 很多人也有討論 就是言論自由 當然不包括仇視言論 如果言論是適合到 煽動暴力 那這個也不對 因為 言論自由保障的範圍 是不會包括暴力 當然 當然他 我不是說他有宣言暴力 但起碼如果你說 關於港獨 這個是我們言論自由範圍裡面 至於他有沒有其他言論 是果可為呢 很難這樣去談 這裏也不是一個場地去談 就是一定的指控說得清楚 這樣才對公道 這個就是我重點 我稍微補充 就是 如果警告信那個內容 不清楚 不具體的指控 其實我估是 違反一個 學術自由 那個 然後我們在那裏 學術自由 院後自主 那怎麼這麼說呢 其實就是 剛才講學術自由 跟這個 譬如是否外國人 委任外國人 自由來講 就不是學術自由 我估到還有一個原則 我們要處理的 就是我們不只是講自由 就是自主 就是我們自己 三萬個決定 我們還講學術 學術有些規格 有些要求 對學術是講證據 我們是講程序 我們是講公開性 互相爭論 如果警告信裡面 是沒有這些 譬如說沒有拿來一些很清楚的證據 也沒有拿來一些很清楚的指控 你甚至爭論都沒有辦法爭論 討論都沒有辦法 這個起點裡面 已經本身都成立成為一個 一個學術上面的機構裡面的主管 處理一個學術裡面 機構處理問題的守則 正的意思 如果你是守護一個 一個學術機構裡面的 一個主要的負責人 理論上應該是用這個機構裡面 最重視的Vision Vision 剛才Annie說的 那個就是我們最大的原則去處理時期 所以起碼 你譬如說聽到投訴 舉個例子 聽到投訴不可以納短 你聽到投訴你就要處理 或者是要納備被投訴者 一個學者就要做很嚴謹的研究 究竟這個投訴有沒有證據呢 有沒有不同的生意見呢 我們應該用什麼程序去處理這個東西 學術的處理應該是這樣處理 就不是一個很直接 有投訴我們就要怎樣 這個就不是一個學術機構裡面 去處理試驗的方法 所以我覺得是不是合適的一個 做反因此我覺得是和這個原則違背 我想再加一點點 剛才兩位朋友提到的兩者 是不是學術自由 譬如委任外部人士 可能已經成為一個學術自由 我覺得都未必是要這樣處理的 如果你委任外部人士也好 或者是校監未必是更加大學的人 可不可能是守護到一個學術自由 都是要看它是否依據這個學術的一個原則 程序去處理我們 校董會的時候 譬如你給一個政策建議 你是沒有跟沒有句的 沒有學術研究支持的 你聽到人家排名 就說我們怎樣怎樣 你就沒有去研究 這個排名做得是不是在學術上嚴謹的 這個不是一個學術上面的機構 應該處理問題的方法 同樣在大學裏面 不管我們教授或者是學生 又沒有跟沒有句做一些很簡單 很甚至粗暴的一些判斷 就是對一些事情也好 對一些人物來講 這個都不是根據學術 所以不是外部人士 或者是內部人士的一個問題 而是嚴不嚴格遵守一個學術機構 應該遵守處理問題的方式和態度 然後最後補充 應該有一個朋友提這個保密性的原則 James好像提這個 我覺得是完全 應該是對保密性 應該是要再擔反思的 因為學術原則或者守則之所以 可以被我們接受或者有價值 就正是因為它經過公開透明的 互相對面裏面 將很多問題澄清或者是處理 那個嚴格性才不保證 不是一個天才 我說我做了一個學術研究 接著每個人要聽不是這樣的 你一定要經歷各種不同的對別 因此那個公開透明性是完全重要的 就是你做完一個科學研究 那些資料可以給別人 可以跟同樣的程序驗證一次 然後可以試一下你對不對 這個是基本的學術手則 因此保密性其實很違背這些 就是我拿到資料 我不讓你調查 然後我說我可以了 這個是最違反這個學術自由 或者是學術原則的操作 所以現在講的保密性 除非你有一個學術的原理 或者是一個系統 證明保密性可以保障我們的學術原則 如果不是我覺得要好好認真減檢 甚至盡量應該減少這種所謂 根據公開性 稍微回應一下那位朋友的提分 好 謝謝 謝謝 其他朋友有沒有 或者我先等一會 喂 剛才這位朋友就問到 就是我們會不會有什麼行動呢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 其實站在我們學生的角度來看 就是本身我們不會在任何的公開場合 或者甚至私底下 其實我們都是不承認整個項 我們的校長 他是經過一個黑商在業所產生出來的校長 他上午諮詢 下午就直接委任了 其實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鄭國漢他本身已經是有一個認受性的問題 那說回一件事先 剛才我都提及到 校長直接向一名搞定 就這樣出一封 warning 是否合理呢 其實在發的封信之前 是否應該經過一些押手權先呢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就是 向我自己個人認出的警告信 都是有經過校長會上面的討論 就著這件事先 其實學生會是已經推訊 校長會就是要求 校長會就是在近期這幾件事 就是我們學校的校長 懷疑成立了一個 懷疑成立了一間 博士工廠的風波 接著副校長懷疑就抄襲論文 加上這一件事就是 希望可以在短期之內 就調開一次近 緊急的校長會會議 就著這三個月 就希望馬上去討論 那如果我們現在過去 我們學生會的民主場 其實都去看回就是 大大隻字寫著就是 希望鄭國漢俠後 剛才我提到 表面看上來 為什麼是一個對學術自由的 侵犯或者彈嚇呢 就是因為你看回教院那個案件 那個官司就說到 如果你威脅作出懲處的話 其實這個本身都是侵犯學術自由 但是那件事為什麼沒事呢 他又為一個高官羅帆 就去跟葉建聯 就是去秉葉建聯 或者是跟他很激烈的辯論也好 他說那羅帆都有自由的 就是作為一個高官 所以最後就是這樣 就說沒有侵犯學術自由 但是在他的判前裏面 也都有提到 本身你有沒有能力去 做到這樣的威嚇呢 就是你是不是他的上司 或者他上司的上司呢 所以如果你從那個案件 看回這件事件來說 那不是我校長 我可以解僱你 我可以不去促藥 我可以做很多事情 所以如果你對比那個案件裡面 說學術自由 就變成這個來講 就會構成這個威脅 在這件事裡面 有比較多不同的意見和問候呢 我想我有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程序公義了 除了林同學所講 有沒有經過會通過 還有沒有講過罪狀 那些什麼 那別人你沒得回應 那這個不是一個公平討論之外 也都沒有得去辯駁 但是他的底就花了 叫做有警告信放在那裡 是的 但是你就沒有得被人去反駁 難道我把我所有 近年所有可能的言論 和行為來幫一些辯悟嗎 沒有可能 所以這個程序公義 就很清楚說是不對的 但是你說實質公義 那他有沒有做一些不對的事 那這個就是看他的指控什麼 到時 這個要清了指控才有得去討論 那或者我也走這件事講幾句 那其實因為這件事 就是浮現了都不是很多天 那我們其實 其實我們這幾位的同事 在這個聯盟裡面 那些男的同事 其實對這件事都沒有掌握 其實剛才幾位講過的問題 譬如他是不是 他是因為什麼事 而校長自己撥了信給他呢 他有沒有回應過呢 自己 還有是 其實之前校長 有沒有得到其他人的授權 去發這封信給他呢 我們都不知道 另外跟著 我們自己都在社交網站裡 有說過他已經被免除一些 他的部門的職務 那這些都是他自己 在各方面 以及在Facebook裡講 我們都不太了解 那個情況是怎樣的 但我們都希望 可以跟他有一些溝通 知道下 那個情況是怎樣的 因為都是我們很關注的 問題 是 世伯 這一點上 其實我有一個很划算的 我也是覺得 我同意張生 我就是除非有一個情緒 而去所謂 建立一個Case 其實我覺得 正如我剛才最哀求所講 我是認為一個法學記者 他所謂在院校園做一個公民 那個extramural rights 基本上法學內部的人士 不論是校長或是他的同事 同事當然可以跟他爭辯 但如果在職級上有相關 例如是主任說院長 我以為是不關他 除非他有個個案 就像其他個案去review 如果是這樣就牽涉到院校的同事 我再去到這個問題 我很同意他有個朋友說 院校自主和兩者 他為何會自主呢 因為他要根據自己的食物 這個食物是包括合法會成 還有一些其他的持分者 我們當然盡量希望其他的持分者 包括譬如畢業生 特別是譬如以領男來說 領大的博家教育下的 即是晚禁的這些畢業學 他們出去了社會做事之後 他們去拿回這些經驗 和更廣伏的社會經驗次 回到大學去參加和豐富大學的組織 在這樣的架構當中 去講 原來由這些人去選校長 去做校內的一些不同的 committee 的工作 我覺得這個是的確能夠體現的院校自主 如果有case 就由這些紀念去做 不應該由任何一個人 哪怕你是 我們都聽過一些case 譬如說這麼大的邱家隼先生 都會出現過 他未必會找校長出馬 其他人 我覺得任何這些 其實都是多於多次一句 如果某個人是 他在社會上的言論 他是侵犯了某些 或者在意見上 和其他人是不對的 就由他做 或是一個公民自己去解決 這個正確是言論主義的一部分 如果他犯了錯 或者是一份分洩 或者其他東西的時候 當然我們會有法律和內部問題 所以我想去回港議院校自主 現在 為什麼 我剛才其實不同意 Darren 他有一個策略性的問題 其實我是不同意的 他的策略性就是 港議院校自主 要不講學習自由 可能可以 但我覺得他在香港 是不行的 即是你不講 就沒有了 即是我覺得在看是沒有的 即不是院校自主 院校自主沒有也不是 學生自身是沒有的 因為現在也不是很有 但你學習自由是會買小錢 所以學習自由如果不再存在的話 其實我們那個教育 都沒有什麼 我沒有什麼期望 即他們可能拿一張沙子 可以找到工作 我都不會鼓勵 連接近大家進去教育的行業 說得很灰 但這是真的 我都說我很激動 那 院校自主 我們需要去檢討 現在的 所有大學 包括領大的 那個教育 我是同意要增加 校落的教育 如果我們真的相信 大學自下 相信學生 是有能力自下 儘管他們 現在我們都未必是 說 誰可以的 Annie 你坐下我 可以不可以的 我都選了你 沒辦法了 這樣的時候 我們都是要相信那個制度 然後希望盡力去延遲 在透過實踐當中去學習 做一個稱職的管理 如果不是永遠 我們達不到一個 所謂教授治校的那個目標 而永遠可能 反過來可能要走另一條路 就是要希望有一個 就是一個很至高無上的黨 他的黨會派一些黨紀書 他們幫我們拿筆 然後我們 大家什麼都不用想 就是做一個工匠 做一個 只是懂得讀書的人 只是懂得讀書的人 很慘 那我相信 我自己是很希望 我們大學 是會去延縮地去討論 如何去增加校內的那個人事 那個成分 現在是18.18% 不計校長和副華 因為校長和副華 是來自這個council的 現在是18.18% 那我們應該要增加到多少 我個人以為應該會去到30% 是一個理想 我又不會太過分 因為我們都希望有社會日誌 但是社會日誌 他們都要有他的渠道 是什麼方式 如果不是由特首 一個人委任 應該有什麼方式呢 其實就算香港 國家大學當中 都有不同的方法 大家要坐下來慢慢去討論一下 校友 有沒有渠道參加校正 我不知道有沒有近期的校友 在靈南的 context 我好像暫時很密 可能我錯了 可以沒有我錯